鉴定网络热门重火力玩具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电影师的王大和 我曾经做过一条 让人如何射得很爽的 重火力玩具视频 今天 哎不是 我说的是安全软弹玩具 你说你们消什么呀 我准备再次鉴定一下 那些网络热门重火力玩具 第一个 伯朗宁M2重击枪 好的那么经过我们的不屑研究 伯朗宁M2呢 我们就已经完全组装好了 它的全长差不多有一米多的样子 底下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三脚架啊 可以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角度去转动 这个伯朗宁M2呢 我买的是手动加电动的 当你把这个手摇板插进后面的这个啊 然后呢 朝着枪口的方向去拧动的时候 它就会处于一个 如机枪一般不断射击的状态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手摇效率比较低小 所以呢 它加额外还有一个装电池的电池盒 它额外伸出来的这根线上面有一个按钮 当你接入电池盒 在按动扳机的时候 感觉就像那么回事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装入它的弹药 测试一番 第一轮试射 准备 我发现了一个它的致命缺点 因为它的弓弹仓是在这个位置 需要让里面装填的这个软弹呢 利用重力滑到枪膛的这个位置 才能完成发射 所以说你枪口一旦挑高 它弓弹就弓不上了 但是如果你站起来 三二一 开跑 它的弓弹就变得非常流畅了 不过除了它的弓弹仓的设计有一点问题之外 其它整体的发射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像这样一挺重火力发射器 我们能在生活中怎么样去使用它呢 这挺博朗宁M2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外星人的袭击 那么当你在车顶 架射一挺博朗宁M2重击枪 再面对外星人的袭击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容应对 非常实用 解决一下